这是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座安乐宁静的小山村 可就在十年之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 这座小山村的两户人家在间隔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先后遭遇了灭门之灾 顷刻之间,整个村子的村民都陷入了提心吊胆的恐慌之中 作案凶手的残暴手段,在中国公安的刑侦史上可以算得上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 在这一起灭门惨案发生之前,小山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案凶手之所以选择在除夕当天大开杀戒 他是否有着什么特殊的目的呢?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内心翻涌的龙叔将为你讲述的是 除夕之夜,村寨血案 案件的发生地位于云南省宝山市西部的一座地热之乡,藤冲县 作为中国大陆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 藤冲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有着重兵镇守的极边第一城 而因为临近缅甸边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藤冲县几乎成为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国境内的唯一通道 得益于翡翠交易的兴旺发展 藤冲县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翡翠第一城以及中国的琥珀之都 2014年的1月30日,这一天正好也是农历的大年三十 在当天的傍晚时分,喜庆的鞭炮声开始逐渐地弥漫在藤冲县侯桥镇 庆口村的小灰山村寨 而此时的村民们也已经聚集在自己的家里吃着团圆饭 突然之间,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急停在村民邵宗华家的门口 一名中年男子很快就从车里下来,然后手持一把长枪 跑进邵宗华家的院子里开始疯狂地扫射 在当时,院子里一共有四个人 他们分别是邵宗华的父亲邵维志 邵宗华的母亲陈玉仙 邵宗华的大儿子邵永成 以及邵宗华的小女儿邵雅南 面对持枪男子毫无预警地开枪扫射 站在院子门口的邵永成首当其冲 在手部中弹之后,他立刻马上就跑到院子的二楼躲避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老父亲邵维志已经接连中弹,倒地不起 他的妻子陈玉仙则忍着伤痛爬到二楼 向着周边的邻居们大声呼救 可是在他发出呼救之前 持枪男子已经闯入了一楼的厨房 对着正在做饭的邵宗华夫妇又是一阵扫射 在枪声停止之后 邵宗华的家里满地都是血迹和蛋壳 混乱不堪的场面,让人不忍直视 而住在隔壁的村民们也匆忙赶了过来帮着报警和救助 可是大约在十分钟之后 从不远处的村民邵宗平家又传来了一阵连续的枪声 在当时,邵宗平的家里一共有四个人 其中第一个被料到的是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邵半仆 接下来是还在厨房里吃着年夜饭的邵宗平 以及他的妻子李生彦 最后是正在上厕所的小儿子邵彪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 两户村民一共有九人遭到了枪击 而作案的凶手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120救护车和腾冲县公安局的民警 先后赶到了案发现场 在村民邵宗华家的院子里 父亲邵为志被枪弹三次击中 副枪脏器导致当场死亡 除此之外 邵宗华的妻子刘金春也因为身中五发子弹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而护主邵宗华 母亲陈玉仙 以及大儿子邵永成 则被紧急送往医院 实施进一步的治疗 其中邵宗华因为腰部两处重弹 立即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 至于邵宗华的小女儿邵亚男 则侥幸逃脱没有受伤 反观另一户村民邵宗平家 遭遇枪击的情况则更加的惨烈 在持枪男子的疯狂扫射下 邵宗平一家四口全部遇害 无意生还 现场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血腥 在邵宗华和邵宗平的家里 腾冲警方一共发现了24枚的弹壳 而门窗和墙壁上的子弹孔 则散落各处 触目惊心 根据这些情况 腾冲警方推测 作案凶手所使用的 应该是一种半自动的连发武器 很有可能是一把冲锋枪 虽然持枪男子对于枪械的使用 并不是很专业 但是他的手段却极其的残忍 究竟是什么样的狂徒 非要在美满团圆的除夕之夜 制造出如此害人听闻的惊天血案呢 虽然赶来救助的村民 没有看到持枪男子的身影 但是现场的生还者陈玉仙 他认出了持枪行凶的男子 正是他们同村的一位村民 少宗齐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小灰山村寨的村民们 无一例外都变得人心惶惶 也不能眠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作为同祖同宗的兄弟 少宗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他手上的那把军用冲锋枪 又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少宗齐还有其他的袭击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会是谁呢 在案件发生之后 腾冲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 130特大持枪杀人案的专案组 腾冲县全县的民警和武警 以及宝山市周边林县的几百名警力 陆续赶到了案发现场 而专案组的联合指挥部 则设立在庆口村村委会的办公大楼里 因为嫌疑人少宗齐很有可能还携带着冲锋枪 所以专案组的首要任务 是尽快地把他抓捕归案 以防止他发动第三次的恐怖袭击 而在权力搜捕的同时 专案组的警员也来到了少宗齐的家里 展开走访调查 在案件发生之后 少宗齐的两个孩子已经被送到了亲戚家 而他的父母和妻子则被吓得几乎无法说话 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少宗齐的父亲非常无奈地说道 我儿子做出这种事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搞来了一把枪 我们全家人都不知情 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一定会去报公安的 可是接下来 少宗齐妻子刘本宏的供述 却完全出乎腾冲警方的预料 刘本宏说 大约在半年多之前 他就曾经撞见过丈夫少宗齐 在二楼的房间里擦拭一把长枪上的雨水 但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 刘本宏并没有对外声张 也没有去派出所报警 现在回想起来 他感到十分的悔恨和自责 专案组的警员担心 少宗齐还会持枪去伤害其他的村民 于是就试图向刘本宏询问 他有可能的去向 结果刘本宏又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刘本宏说 在几年之前 他跟村民少宗华和少宗平之间 曾经有过一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因此他猜测 丈夫少宗齐持枪行凶的动机 可能是跟他的这些不正当的行为 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少宗齐下一个要报复的目标 极有可能是隔壁村的一个 叫做段从康的男子 根据刘本宏的坦白供述 在几个月之前 他跟段从康的不正当关系 也被丈夫少宗齐给发现了 所以他对于段从康 应该是怀有强烈的恨意的 听到这两个预料之外的消息 办案的警员感到有些兴奋 他们马上把这个情况 向专案组指挥部进行了通报 而专案组指挥部也迅速做出了推断 他们认为 少宗齐接下来的行为 可能就是两个目的 其中一个是逃跑 另一个则是继续实施报复 于是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 其中一路的警员 迅速赶往段从康家进行防卫 而另一路的警员 则继续留在案发现场的周边 展开搜捕 段从康家所在的永兴村 距离案发的沁口村小灰山村寨 大约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在案发当晚的八点半左右 专案组的警员就赶到了永兴村 幸运的是 段从康的一家老小 还是安然无恙的状态 但是为了确保村民的人身安全 专案组的警员 很快就把段从康家的小孩和老人 统一进行了安全转移 他们留下了十多名的便衣警察 蹲守在段从康的家里 以防犯少宗旗的突然出现 时间来到当天晚上的九点钟左右 专案组指挥部 接到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一名在当地水电站工作的卡车司机 向腾冲警方报告说 他在开车回沁口村的路上 曾经看到了一辆 疑似嫌疑车辆的草绿色吉普车 在当时 吉普车正开往永兴村的方向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 车上的司机一只手握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则打着电话 看起来神情十分的慌张 虽然卡车司机没能看清车牌号码 但是他的这个线索表明 邵宗奇在作案之后的逃跑方向 确实是在朝着永兴村那边去的 为了防范邵宗奇的持枪袭击 专案组又加派了十几名的武警战士 守护在段从康家的周边 在这个漫长难熬的夜晚里 段从康和他的妻子 一直都在屋里争吵不休 而嫌疑人邵宗奇并没有出现在永兴村 这个情况让专案组的警员感到有些疑惑 邵宗奇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 他已经报复了两个给他戴绿帽的男人 剩下的第三个男人 他为什么没有继续动手呢 在段从康家继续蹲守的同时 专案组指挥部也迅速召开了案情会议 研究邵宗奇可能的逃跑路线 案发的侯桥镇庆口村 它是刚好位于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山村 这个地方距离中缅边境大约是35公里 而从村子出来前往腾冲县城也只有42公里 为了彻底地封锁住邵宗奇的逃亡路线 专案组在通往缅甸 腾冲县城 以及侯桥镇内主要山路的各个关键路口 全部都设置了检查站 与此同时 24个武装小组 也开始在侯桥镇的境内展开权力搜捕 为了加快破案的进度 办案的警员还在腾冲县城 以及各个镇街的繁荣地带 张贴了协查通报 在协查通报上 腾冲警方详细描述了犯罪嫌疑人邵宗奇的相关信息 同时还给出了高达20万元的悬赏奖金 除此之外 专案组指挥部还了解到 在最近的十多年时间里 邵宗奇曾经到缅甸从事过木材运输 并担任包公投 因此他在缅甸境内 有着不少的熟人 考虑到邵宗奇在作案之后 可能会连夜潜逃进入了缅甸境内 于是 专案组指挥部又向缅甸警方 发出了协查通报 要求他们协助抓捕 而缅甸方面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并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和警力 对中缅边境的各个交通要道 实施了封锁检查 但是嫌疑人邵宗奇所躲藏的地方 却完全超出了中年警方的预料 时间来到除夕夜之后的大年初一 在发生命案的沁口村小灰山村寨里 已经听不到任何喜庆的鞭炮声 取而代之的 是从两户受害人家里 时不时就传出来的哭泣声 为了查出邵宗奇可能的逃亡路线 专案组还派出了另一组的侦察员 来到邵宗奇的家里 展开社会关系的调查 根据邵宗奇父亲的陈述 他的儿子邵宗奇和儿媳妇刘本宏 原来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小学同学 在初中毕业之后 儿子邵宗奇就开始跑运输 而刘本宏则去读了师范学校 在毕业之后就回到了镇上的小学任教 邵宗奇和刘本宏属于自由恋爱 两人结婚已经有将近二十年 家里生育有两个小孩 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 再生完第一个小孩的第三个年头 刘本宏就辞掉了小学教师的工作 专心留在家里操持家务 而邵宗奇则攒钱购买了一辆大货车 常年在外面跑运输 在父母的印象中 儿子邵宗奇的夫妻关系 一直都是和睦相处的一种状态 直到2012年的9月份 老父亲看到邵刘二人 在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是儿媳妇跟村子里的其他村民 乱搞男女关系 而且还不止一个 面对警方的询问 邵宗奇的父亲很气愤地说道 我跟老伴在村口边上 经营着一个小卖部 平时很少回家 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邵宗华和邵宗平 会搞到我们家里来 他们也有自己的妻子 却非要闯进别人家里来乱搞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在当时 对于家里出现了这种出轨的丑闻 老两口感到忐忑不安 但是他们实际上也不太清楚 而媳妇刘本宏到底是自圆的 还是被强迫的 而按照庆口村村委主任 刘德恩的说法 刘本宏不太像是那种 会主动去勾引别人的女人 一是因为她的模样 在村子里并不算特别的漂亮 二是因为她在平时的话也不太多 身上的穿着 并不算花哨 也不算暴露 看起来不是那种 特别爱打扮的女人 根据刘本宏自己的陈述 她出轨的事情 分别发生在2000年 2008年 以及2012年 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男人 每一次也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 但是对方并没有强迫的行为 每一次的高端互动 刘本宏说 她自己基本上就是 半推半就的一种状态 其中2000年是少宗华 2008年是少宗平 但是这两段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长期以来都没有被丈夫少宗奇所发现 直到2012年的9月份 少宗奇在外面跑货车 准备拉一些矿石到昆明市区 而妻子刘本宏 则跟车坐在副驾驶上 负责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有一天 少宗奇在家里休息 刘本宏独自一人去矿场里 办理开票手续 在这期间 矿场的一位老司机段从康 他突然间给少宗奇打来了电话 虽然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这个电话 却引起了少宗奇的疑心 因为大约在十分钟之后 妻子刘本宏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并询问他是否在家 在事后 少宗奇找到刘本宏 并质问他和段从康 一前一后打电话的原因 结果刘本宏支支吾吾地 回答不出合理的理由 到了第二天 少宗奇偷偷检查了段从康的大货车 结果他发现 自己家里所购买的食物包装袋 居然出现在段从康的车上 由此少宗奇断定 妻子刘本宏肯定是上过段从康的车 于是他开始了灵魂的拷问 在刘本宏死活不承认的情况下 少宗奇用一个狠狠的耳光 获得了他猜忌中的结果 亲爱的妻子 居然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 这让少宗奇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于是他又找到了段从康进行对峙 结果段从康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抗 他非常直接地承认了 开车打扑克的事实 刘本宏说 段从康的认错态度 很意外地让少宗奇暂时冷静了下来 他没有继续找段从康的麻烦 也不想把丑事闹大 但是几天之后 妻子的红性出强 还是让少宗奇的内心难以平静 他对妻子刘本宏不断地打骂 并强迫他交代出更多的秘密 结果刘本宏又坦白了另外的两个 隐藏已久的出轨丑闻 根据刘本宏的陈述 村子里的少宗华和少宗平 他们趁着少宗奇在外面跑货车的时机 强行进入他的厢房 实施了不可描述的互动关系 对于这种反复出轨的行为 刘本宏说他感到深深的自责 而在得知这一切的龌龊事之后 作为丈夫的少宗奇 也彻底地变得怒火冲天 虽然妻子出轨的事情已经时隔多年 但是他仍然无法接受 两个同宗的兄弟居然背着他 侮辱自己的妻子 于是在第二天 少宗奇就悄悄地 找到少宗华和少宗平进行核实 结果华平二人却死活不承认 少宗奇感到很无奈 但是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 他并没有跟华平二人展开争论 可是内心的巨大压力 还是逐渐地 让少宗奇和刘本宏之间的夫妻关系 产生了隔阂 在此后的五个月里 少宗奇先后四次 找到少宗华和少宗平进行质问 但是华平二人都予以否认 刘本宏说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少宗华和少宗平 会不敢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 而堂兄弟的这种百般抵赖的回应 也让少宗奇感到无比的愤怒 在受到了极大侮辱的情况下 少宗奇认为 自己过去的一切努力和奋斗 全都白费了 于是在2013年的6月份 他带着一份壮旨 来到了侯桥镇的人民法庭 起诉妻子刘本宏 在婚内出轨 并要求法院判决他们离婚 在约定开庭的那天上午 少宗奇和刘本宏双方的父母 都来到了法院的调解室 趁着法院还没有正式开庭 双方父母都在极力的劝说 少宗奇撤诉 不要离婚 而正是在这一次 法院调解的过程中 少刘二人的父母才得知了 刘本宏三次婚内出轨的事情 虽然他们都一致认为 刘本宏的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属于道德败坏 严重伤害了夫妻之间的婚姻和感情 但是双方父母还是劝解少宗奇 要尽量的忍耐 只有一家人团结和睦 才能过上好日子 而刘本宏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他请求丈夫少宗奇 再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双方亲属的极力劝解下 少宗奇最终决定撤诉 并同意不再离婚 可是在回到家里之后 少宗奇认为妻子被侮辱的事情 绝不能就此不了了之 于是他找到了村委会 要求村干部介入调解 同时还向少宗华和少宗平 提出了一个极度荒唐的和解办法 在少宗奇犯下惊天血案之后 中日宁静的边境小山村 瞬间就笼罩在恐怖的氛围当中 村民们纷纷聚集在村委会的周边 以希望在第一时间 了解到案件侦查的最新进展 而专案组指挥部 也派出了多名侦查员 针对村子里的一些村民和家属 展开走访调查 根据村委会主任刘德恩的陈述 发生案件的沁口村小灰山村寨 一共只有38户人家 基本上都是五夫之内的同宗亲戚 也就是说 大家至少是同一位高祖父的后代 在没有发现妻子出轨之前 邵宗琪跟邵宗华和邵宗平两家的关系也都十分的融洽 在小的时候邵宗琪还把邵宗华的父亲认作干爹 可是在得知妻子出轨之后 邵宗琪跟华平两家的关系瞬间就变得势如水火 根据村委会主任刘德恩的回忆 有一次邵宗琪夫妇在村道上碰巧遇见了邵宗华和他的妻子 于是邵宗琪就很冲动地走上前 一手抓住邵宗华的衣领 并当着他妻子的面 逼问他到底干没干那些龌龊事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邵宗华的妻子刘金春 他突然间大步上前帮着邵宗华予以否认 可是愤怒的邵宗琪根本不相信 他迅速地抽出手来 连续地给刘金春送上了三个大大的耳光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英明神武的同学们应该也能猜到 邵宗琪和邵宗华夫妇四个人 在村道上相互扭打在一起 直到周边的村民过来阻止 激烈互殴的冲突 才被迫停了下来 而这个极具话题性的事情 很快就在小山村里传播开来 在此之后 刘本宏出轨的丑闻 也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 议论纷纷的八卦 尽管没有人亲眼看到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村民们却能够会声会色地 讨论着这些事情 好像自己就是亲身经历的当事人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邵宗琪主动找到村委会 希望他们能够出面调解 结果这一次 邵宗华和邵宗平 都承认了发生关系的事实 但是他们却反过来辩解说 是刘本宏的主动勾引 才导致他们犯下了年轻气盛的错误 而头脑还算惊醒的邵宗琪 非常的清楚 这种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在村委会各个干部的督促下 邵宗华和邵宗平分别写下了检查书 在检查书上 他们承认了跟刘本宏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同时接受了领导的批评 保证今后不会再犯 看到这种敷衍交差的检查书 邵宗琪认为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于是他提出了两条和解要求 其中第一条的和解要求是 邵宗华和邵宗平的妻子 需要分别跟着他跑大车一个月 而第二条的和解要求是 邵宗华和邵宗平需要分别赔偿他 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邵宗琪认为这是最为公平的和解办法 但是村委会的干部一致表示 妻子入常的方案是肯定不可能的 而对于两条离谱的和解要求 邵宗华和邵宗平都明确表示 无法接受 从村委会离开之后 三个同宗兄弟的关系彻底决裂 邵宗华和邵宗平 他们还把之前已经承认过的事实 全部予以推翻 在此之后 村子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 也曾经多次尝试劝导邵宗琪 希望他能够放下仇恨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作为村子里颇受尊敬的小学老师 王兴瑞老师首先找到了邵宗琪 并劝告他说 男人要学会忍耐 忍下这口气才能走下去 而作为村委会的副主任 刘德才主任也向邵宗琪劝解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 当事人也认了错 只要保证以后不再犯就行了 毕竟大家都是乡里相亲的 在他们看来 事实上一个男人长期在外打工 家里的妻子红杏出墙 跟其他的男人油染 这也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 生活总是还要继续过下去的 经过各位村干部的私下调解 大家都以为 这场出轨风波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表面平静的邵宗琪已经产生了一个无比疯狂的报复念头 在案发前不久的2014年1月14日 邵宗琪再一次来到法院并坚决要求与妻子刘本宏离婚 这一次 邵刘两边的更多家属纷纷聚集在法院的调解室里 刘本宏的两个妹妹甚至跪在了邵宗琪的面前 他们一边抱着邵宗琪的双腿 一边劝说姐夫原谅他们的姐姐不要离婚 可是邵宗琪始终是冷漠以对拒绝妥协 而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李承平 他很敏锐地察觉到邵宗琪的离婚诉求 并不是真正的想要结束婚姻 他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想要借助离婚的手段 向那些羞辱过他的人施加惩罚 可是李承平也非常的清楚 这种情绪化的报复 是没有办法在法律的范畴内实现调解的 按照中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邵宗琪只能向婚内出轨的妻子 提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 但是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的诉讼 他都没有提出针对妻子刘本宏的赔偿要求 反而是想让邵宗琪和邵宗琪 分别赔偿20万元的人民币 很显然 这种法律调解的诉求 并不在邵宗琪离婚起诉的范围之内 由于双方的调解并没有取得成功 而邵宗琪想要离婚的态度又非常的坚决 于是法院最终做出决定 在春节过后就开始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从法院回到家里之后 邵宗琪的父母深感不安 于是他们再一次找到村委会 请求村干部出面调解 帮助他们的儿子解开心结 而各位村干部也迅速行动起来 最终他们说服了邵宗华和邵宗平 主动向邵宗琪赔礼道歉 而邵宗平的妻子李生雁 也向村委会表示 可以从家里拿点钱出来 去安抚一下邵宗琪 经过多方的协商 大家决定在大年初六那天 聚集三家人到村委会的办公室里 再一次进行调解 也就是说 邵宗华和邵宗平两家人 他们希望能够先平安度过春节 等过完年之后 再把事情彻底解决 可没有人想到的是 邵宗琪虽然没有再做出异常的举动 但实际上他心中的怨恨从未消散 经常观看子龙探案的同学们 应该有所了解 这种表面上平静如水 背地里却在默默积攒的怨恨 通常是犯下惊天命案 最为可怕的一个原因 时间来到2014年的2月1日 农历的大年初二 此时距离案件的发生 已经过去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腾冲警方已经调集了上千名当地的民警 武警以及边防官兵 同时还发动了全镇7万多的村民 协助展开地毯式的搜捕行动 可是在各个关键路口的检查点上 腾冲警方仍然没有发现邵宗琪的踪迹 由此专案组指挥部做出推测 他们认为邵宗琪应该没有准备长期逃亡的计划 他最有可能的藏匿之处 应该是他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 而在永兴村的周边 负责防卫的警员和村民 由始至终都没有发现邵宗琪的身影 因此腾冲警方推断 邵宗琪极有可能 已经逃到永兴村附近的深山里 躲藏了起来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出多个武警小组 徒步进入山林 展开大规模的搜捕 虽然搜捕行动已经确定了 以车找人 以人找枪的行动方案 但是地形复杂的深山野林 仍然给腾冲警方的搜捕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另外 从临线调过来的武警战士 对山林的地形并不熟悉 因此他们只能依靠当地的村民 在前面带路充当向导 可是考虑到 邵宗琪有可能还手持冲锋枪 搜山小组也只能采取 相对谨慎的搜捕策略 他们先是把向导村民 保护在队伍的中央 然后逐步地向山林的深处推进 而为了扩大搜索范围 腾冲警方甚至还调来了军用直升机 来展开空中搜索 在大年初二的当天下午 其中的一个搜捕小组 终于发现了一些关键的线索 他们在山腰的一个斜坡上 发现了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 在当时 吉普车的车身已经被树枝掩盖起来 而车子附近的路面上 也做过一些伪装 很明显 邵宗琪是故意把车隐藏起来 不想被别人发现 在吉普车的座位和车厢里 搜捕小组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武器 或者是子弹 但是吉普车的发现 还是给搜捕小组指出了两条关键的线索 线索一 邵宗琪的确进入了山林 并且他在汽车之后 只能依靠步行来逃亡 而这也就意味着 他不太可能逃得太远 线索二 根据吉普车所停放的位置 邵宗琪可能的逃亡路线 一共只有两条 其中一条路是向左 通往深山野林 而另一条路则是向右 通往附近的村子 为了不错过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所有搜捕小组决定先集合起来 然后再兵分两路进行追捕 位于左边那一座深山野林 当地人称它为老仙山 山顶上有一座道观 里面还住着两位年过六旬的老道士 追捕小组先是询问两位道士 是否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结果两位道士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们回忆说 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 我们一直都在道观里 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节目 直到十二点多才上床休息 在这期间 我们并没有听到其他的任何动静 随后 追捕小组还仔细搜查了 道观里的所有房间 结果也没有发现枪支弹药 或者是其他的可疑痕迹 但奇怪的是 他们在道观厨房的一个火堆里 居然找到了一块 已经被烧毁的车牌 这个意外的发现表明 邵宗奇很有可能曾经进入过道观 并且在厨房里销毁了车牌 虽然追捕小组还想不明白 邵宗奇这样做的目的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根据这一条关键的线索 专案组指挥部已经基本确认 嫌疑人邵宗奇就藏匿在老仙山的山林里 于是在大年初三的上午 专案组调集了更多的警力 展开大范围的搜山行动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打草惊蛇的策略 逼迫邵宗奇主动下山 举手投降 时间来到大年初四的清晨时分 一条全新的线索 终于传到了专案组指挥部 在老仙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叫做板桥村的村寨 有村民在板桥村寨里 看到了邵宗奇的踪迹 经过随后的调查 专案组的警员发现 邵宗奇所出现的具体位置 是山脚下一户当地村民的家里 而这一户村民不是别人 他正好就是邵宗奇的一位近亲大医 虽然追捕小组迅速锁定了这户人家 但是房间里边的布局 他们并不清楚 而这个情况也给接下来的抓捕行动 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可能持有军用冲锋枪的邵宗奇 即便武警战士有防弹衣和头盔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保证战斗中的人身安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武警宝山支队的参谋长刘伟 决定亲自上阵 指挥抓捕行动 在大年初四的当天上午 参谋长刘伟先是换上便衣 然后他和另一名侦察员 骑上了一辆摩托车 在邵宗奇所藏身的房子周边 悄悄地绕了两圈 以熟悉周边的地形情况 与此同时 腾冲警方已经迅速疏散了附近的村民 以免行动中发生任何的意外伤害 而在房子的四周 数名狙击手也已经做好埋伏 严阵以待 时间来到当天下午的5点15分 在摸清了基本情况之后 负责抓捕的武警战士决定采取行动 他们悄悄地潜入少宗奇的大一家 结果在一楼左边的一间卧室里 武警战士发现了熟睡中的少宗奇 出乎意料的是 少宗奇在被捕的时候并没有反抗 他的身上也没有携带枪支 经过仔细的搜查 武警战士在卧室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武器 面对警方的审问 少宗奇最终交代 他的作案工具已经被藏在了老仙山道观的旁边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腾冲警方在少宗奇的指认下 从道观附近的一处山坡里 挖出了他所藏匿的武器 这是一把仿制的五六式冲锋枪 而跟这把枪一起挖出来的还有四十多发的子弹 经过连续四天四夜的追捕行动 腾冲警方终于把犯罪嫌疑人少宗奇绳之以法 可是随着案件调查的逐步深入 专案组的警员才猛然发现 在少宗奇疯狂杀戮的背后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妻子刘本宏 与其他村民的出轨传闻 在腾冲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 少宗奇所供述的一些复杂且令人唏嘘的内情 足以让整个惊天血案变得更加的耐人寻味 细思极恐 时间回到2013年的6月份 在法院起诉离婚没有得到满意结果之后 少宗奇就彻底变得心理失衡 于是他就开始谋划着 要针对少宗华、少宗平以及段从康实施报复行为 根据少宗奇的供述 他先是在2013年的8月份 以19000元的价格 在缅甸的黑市里购买了一把仿制五六式的家货 以及70粒的花生米 随后 少宗奇使用摩托车 把作案工具带入中国境内 在当时 妻子刘本宏意外撞见了 少宗奇在二楼擦拭枪上的雨水 但是在事后 刘本宏并没有选择报警 几天之后 没有当过兵的少宗奇 来到自家的干浪堂山林 使用五发子弹完成试枪 与此同时 少宗奇还从合伙的生意中 抽出了属于自己的十万元的股金 紧接着 他还退掉了 妻子刘本宏给自己所购买的人身保险 然后给他的老父亲 重新购买了一份保险 三个月之后的2013年11月份 少宗奇又以十多万元的价格 卖掉了自己跑运输的大货车 然后换来了一辆 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时间也来到了2014年的1月份 在法院和村委会调解 未果的情况下 少宗奇心中的怒火 开始越烧越旺 根据少宗奇后来的供述 在当时他是希望在大年三十之前 能够得到少宗华和少宗平的登门道歉 否则的话 他将选择在大年三十的当天傍晚 实施他的报复行为 少宗奇说 他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大年三十的晚上 村民们都会在家里吃团圆饭 这有助于他在作案之后迅速逃跑 而少宗华和少宗平也肯定会待在家里 二十大年三十的晚上 村民们会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家里燃放鞭炮 而这些鞭炮声会覆盖掉他的枪声 时间来到2014年的1月30日 也就是当年的农历大年三十 趁着天亮之前 少宗奇就悄悄起床 然后走出家门 他赶在家里人还没睡醒之前 偷偷地把冲锋枪和子弹 藏在了停靠在家门外的吉普车的后备箱里 等到天亮之后 少宗奇又假装像往常一样 跟着妻子一块起床 然后开着他的吉普车 赶往15公里外的猴桥镇集市 在集市上 少宗奇不动声色地帮着七妹的摊子宰杀活鱼 他一直忙到当天下午的三点钟左右 在此之后 少宗奇还带着妻子刘本宏逛了一下集市 顺便购买了一些年货 当天下午的五点钟左右 少宗奇开车带着妻子回到了小灰山村寨 在家门口放下妻子和年货之后 他又重新启动了汽车 少宗奇说 他先是开车来到了距离小灰山村寨 大约八百米外的一个废弃的碎石场里 然后趁着四下没人之际 他从后备箱里取出家伙 并装满了子弹 大约十分钟之后 少宗奇回到了小灰山村寨 他开着车假装路过少宗华的家门口 在确认院子里有人之后 他又迅速地掉头返回 然后带着那把家伙下了车 在完成第一轮的疯狂扫射之后 少宗奇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于是他迅速开车离开了少宗华家 在距离村口四百米外的 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少宗奇重新装淡 随后又开车返回村子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村民少宗平家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少宗奇就完成了第二轮的疯狂扫射 少宗平一家四口全部遇难 根据后来腾冲警方的调查结果 37岁的少宗奇一共开了24枪 其中有22枪击中受害人 两枪打空 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 一人重伤 两人轻伤 其中身负重伤的少宗华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根据医院的初步诊断 他的后半辈子 可能都是行动不变的残疾状态 在审讯室里平静下来的少宗奇 感到非常的悔恨 他说 自己家跟少宗平家 只隔了一条马路 每一次看到少宗平一家 和睦幸福的样子 他都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少宗奇告诉审讯的警员说 因为前后两次的离婚诉讼 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 最后还闹得沸沸扬扬 被村民们当成了笑话 我自己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但是我也不能让少宗华和少宗平两家人好过 在完成了庆口孙的杀戮之后 少宗奇就开车前往隔壁的永兴村 准备找段从康 实施最后的报复行为 根据少宗奇原先的计划 段从康家一共有五名成员 他至少要撂倒三个人 可是在半路上 少宗奇却想到了另外的一个事情 少宗奇说 他已经有所估计 在自己作案之后 庆口村的村民们肯定会对他的父母和小孩 指指点点 冷眼相看 而段从康所在的永兴村 正好就是他母亲的娘家 如果他把段从康的一家人也给撂倒了 那么他的父母可能连永兴村也回不去了 为了让年老的父母 有一个可以养老的地方 少宗奇最终放弃了 针对段从康家的报复计划 于是 他开车逃进了永兴村旁边的老仙山里 可没想到吉普车开到半路 突然间没有走不动了 少宗奇只好弃车而逃 为了不让警方发现行踪 他先是把车牌号拆下来 然后用一些树叶掩盖了车身 凭借着对老仙山的轻车熟路 少宗奇随后又潜入到了山顶上的道观里 他偷吃了一些道士的供奉品 然后在厨房烤火的时候 趁机把车牌拿出来扔进了火堆里 在作案之后的第二天下午 少宗奇悄悄下山想要前回到庆口村 可是他发现各个路口都布满了武警士兵 思索片刻之后 他又返回到山顶道观的附近 在一处相对平整的山坡上 少宗奇把冲锋枪和子弹掩埋起来 然后趁着夜色潜到了老仙山脚下的大姨妈家里 少宗奇说 他只是从大姨妈家里拿了一些食物 然后又返回到了老仙山躲藏起来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饥寒交迫的少宗奇实在是熬不住了 于是他再一次返回到大姨妈的家里 然后就倒头睡着了 时间来到大年初四的清晨时分 大姨妈突然发现 少宗奇正睡在自己家的一个房间里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在少宗奇落网之后 他的妻子刘本宏也因为知情不报 涉嫌包庇罪 被滕冲县公安局实施了刑事拘留 据说后来他申请了取保候审 可是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小灰山村寨的村民们并没有看到刘本宏的身影 谁也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 而在两个受害人的家里 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 墙壁上的枪盐也抹上了白灰 但是村民心头上的恐惧和不安 仍然是无法消散 少宗奇冲动鲁莽的疯狂行为 瞬间让三个家庭都陷入了无边的苦难 而他自己也绝对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 2014年的8月11日 云南省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这一起惊天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被告人少宗奇 因犯故意杀人罪 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犯非法买卖 运输枪支弹药罪 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与此同时 被告人少宗奇 需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少宗华 少永成和陈玉仙 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05904.11元 需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少维茂 金贤明 李家基和少维书 经济损失人民币98000元 在一审判决结束之后 少宗奇当庭提出了上诉 2015年的5月13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 并做出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 2015年12月24日的上午时分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腾冲县130 特大杀人案的凶手少宗奇 执行了死刑刑法 回顾整个案件 有人说 少宗奇是被逼上了情感的绝境 才不得已采取报复泄愤的犯罪手段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当我们遇到了 好像是无法逾越的人生困境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直面他 用理智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第二个选择则是躲避他 远离那些烂人和烂事 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 根据腾冲警方的走访调查 少宗奇实际上是一个 颇有经济头脑的男人 在作案之前他通过跑货车运输赚了不少钱 在整个庆口村里 他的家境水平算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在遇到妻子多次出轨的情况下 少宗奇实际上是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他想要通过离婚来避开那些烂人和烂事 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耐心和冷静 狠人少宗奇最终还是失去了理智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